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汉江 那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汉江多了很多水上的活动哦 今天的话就要带大家去做橡皮艇 那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做橡皮艇吧 出发 有一个一样的 我去找一下照片 我去找照片 我去找照片 就找照片 找照片 就要找照片 那最好的照片 還有很多很多的海上活動 大家一邊想真的看你這樣很大一樣 然後教練的話 如果是在出發前的話 他會給你一些教練 他教你怎麼划船 你如果是遇到了什麼狀況 那你應該要怎麼樣這樣踩隊 看這種海上活動 大家就好像要保險一點 要認真聽教練在講什麼 大家就是在做運動前 因為這個你要一直划一個小時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是在划前的話 可以先做一點點暖身的運動 因為其實我是怕比較刺激身上活動 但是這個我做起來我覺得不可以接受 雖然一開始的話會有一點害怕 但是我現在這樣做了半小時 可是我發現他其實蠻安全的 我自己本人是非常膽小 所以就是刺激的活動都不敢玩 那你如果像我一樣 那你不用能行 這個的話你一定也可以接受 我覺得五六點那個時候啊 可以看到看這種細量 非常美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要預約的話 大家預約五點 五點剛好可以看到就是漢江的日落戲啊 我覺得如果是喜歡就是比較刺激 然後比較喜歡室外活動的話 可以來跟大家這個想法 那大家搭的時候啊記得多戴一件褲子 因為現在是褲子全吃的狀態 因為你滑的時候 它的那個海水會一直就是像這樣子 一直滴到下面來 你如果有那種長褲的泳褲的話 記得要戴 不然就是再戴一件褲子替換用料 因為你下半天一定都會死掉 然後教練的話 如果在游泳上面幫大家拍照 所以就是大家來這邊的話 不用說就是一定要把手機帶來 因為只是把手機帶來就是有一點危險 你如果拍的時候 會不好心就是暗躺 所以你手機就要隨時練招 要用口水 所以教練是冷氣 其實他們都會坐在另外一招船上 然後幫大家拍照 所以大家只要忍下來就好 然後要記得看一些比較保暖的 因為像如果是近2點的話 就是已經算是往上了 所以會非常冷 所以是在講幾年 所以有時候大家一定要記得 大家保暖的一天 就結束了 超美的 我覺得喜歡刺激跟 就是戶外活動的人 很適合來出名幫我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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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軟 說不定很冰 但是非常好玩 推薦大家來這裡